那么圣碑与水下遗址中的瓷器是不是外销的龙泉清瓷呢 今天是正式提取文物出水的第一天 已经陆续出水了多件文物 经过文保人员的初步清理 一些瓷器已经露出真容 今天确实已经陆续了提取了多件的这个瓷器 那么在现场就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 那么现在的文保人员是已经把三件今天提取到的这个瓷器 摆放在我们的前面这个桌子上了 而现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水下考古的专家孙建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观察这三件瓷器 它们包含了怎样的一些信息呢 是这样 从目前来看的圣碑与沉船的船货基本还是以瓷器为主 特别是以这个龙泉窑的这种清瓷为主 整个的这个瓷器的风貌呢 呈现出这个元代的这种龙泉青瓷的一个特点 大概的年代应该是在龙泉的 最元代的中晚期的一个晚期的一个时间段内 龙泉青瓷呢 是我们国家传统对外贸易的一个品种 从宋开始一直入园以来呢 无论说是在装饰工艺啊 装饰风格啊 还是装收工艺上都会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器物呢更多的都是适应了这种市场化 或者说是更大量的一个这种销售而生产的 比如说它开始大量的流行这种路胎的工艺啊 在装饰上呢 使用这种刻画化这种这个文样 整个这种文样都比较粗放或者是简约 成为这种这个比较奔放的这种一个形式 从气象上来说也是都是为了这种市场的一个扩大而进行的一个生产 其实也是为了远销海外的一个商品了 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啊 您参加过这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的工作 以您的经验来看 像这样的这个海船上除了像这样搭载的船货之外 还有没有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文物呢 是这样 在沉船考古当中就是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船货 它的数量啊都会比较大 其实对于考古工作来说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类生活形态有关的 因为在一条船上更多的是相当数量的人群在一定的时间段生存 这样呢他们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社会形态 他们要持穿住用 所以在沉船考古当中呢 我们一定会发现跟人类生活痕迹有关的 特别是说像我们国家 比如说在通常我们认为是农村民族 宿舵农业 但实际上在东南沿海地区呢也有 你投于海洋说海洋文化 像这种沉船上当中的我们在以前做过的工作 通常我们认为考古人生的科学考古发掘以后会发现有不同的 比如说动物啊植物啊这种种类 另外呢还有一些船货 比如说有机制的在 还是长时间的这种机构之下难以得到保存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细致的发掘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现象 有类似丝绸啊纸张啊这些 也可以发现这样呢通过整个这种一系列的考古 可以更完整地多了中国古代 我们在海洋上通过海洋进行这种活动 以及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的一个形态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古人生活 甚至贸易的很多的信息 对实际上沉船贸易里边不仅仅只有陶瓷的 只不过因为陶瓷的特性 它容易保存下来 很多有机制并没有得到完善的保存 这就要通过考古发掘认真细致的观察和提取 才能够得到最大化的一个信息提取